欢迎回到新闻的现场 艺人小攀攀即将传出结婚的喜讯 尽管的婚期还没有确定 不过今天上午他现身 现是披上了婚纱来代言走秀 不免被问到了当时候 那么被求婚的情况 情况如何 请记者张俊栋来告诉我们 俊栋 好大家你看这新闻现场艺人小攀攀呢 他是戴上了黄冠 而且呢这一身雪白的婚纱 他的背后还有四个这个小的model呢 牵了这个长达有100尺的婚纱 那么其实小攀攀今天是 代言了这个婚纱的走秀 但是从四月份开始到现在呢 就不断的传出小攀攀即将要结婚的喜讯 那么今天又被问到了 是不是这个男主角江青梁 真的对他求婚了吗 小攀攀今天笑得好开心 但是一直说自己被吓到了 好事真的近了吗 结婚的讯息我们来听小攀攀怎么回应 就是我们去探望植物人 帮植物人做附件 然后送花给植物人妈妈 跟爱心志工妈妈的时候 然后突然他就很感慨的说嫁给我 我也吓一跳 那是我第二次受惊 所以大家一口答应了吗 感动了 但是一切就随缘 可以看到小攀攀说自己被求婚 他用二度受惊 受到惊讶 这样的形容只能来描述自己的心情 不过任凭媒体怎么追问了 小攀攀他仍旧没有透露 他跟江青梁的婚期 但是他预告今年还有半年的时间 还没有确定的状态呢 任何的状况都还是有可能的 那么看今天小攀攀穿婚纱走秀 还真的颇有玉璽当新鸟的味道 以上是目前在台中的最新讯息 把新镜头叫化Polnet直播 好 看到婚纱大展 大家都想找个伴 好好的过日子